因為老師其實有蠻多演講的嘛 或是常常跑各大地方 老師在這邊繞一繞去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發現大家對於推移技術 會不會有濫用啊 或不知道怎麼吃啊 或是亂吃一通 你有什麼樣的觀察 對 其實我們確實也遇到了 有不少人 特別是他是設計地位比較高的人 他們會喜歡 或者是他們會傾向使用推移技術 為什麼 因為一來他們好像聽說 推移技術是天然的 所謂天然的意思是 這本來就是我們身體 本來會產生的一種物質 對 所以它確實是天然的 可是其實它的製造也不是天然的 是 所以一直狂吃會怎麼樣嗎 這個狂吃 國外的報告他們其實是認為 它會出現耐受性的液體 耐受性的概念是比方說 你的身體本來會產生100的劑量 那你如果每天吃每天吃每天吃 你的身體就覺得不需要那麼多啊 我不需要每天產生這麼多給你 反正你就一直 你就補充嘛 對啊 所以我就給你50就好 喔 還會這樣喔 那這樣是不是就以後就變成是 你就必須要一直持續靠外站來補充 嗯嗯嗯嗯 對 嗯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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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